国足官方公布了最新的大名单 合计有着52名球员入选 这样的规模 在国足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吴磊和李磊两名女欧球员入选 5名规划球员悉数在列 但是他们能否如期赶上国足集训 这还是未知数 接下来 这只国足将被战对阵日本和越南的比赛 届时 央视CCTV无体育频道会对比赛进行直播 离铁下课后 李肖鹏接任国足主帅一职 将带领国足继续前进 备战接下来的12强赛 东亚杯以及2023年亚洲杯 对于李肖鹏 球迷们也很熟悉 他曾经执教过山东泰山武汉队 也曾经是中国女足主帅 球员时期 李肖鹏还代表国足参加了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 从李肖鹏的首期名单来看 国足的入选人数非常多 一方面是方便选拔人才 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国足没有热身比赛 需要很多的陪练人选 因此 这一期名单 居然有着52人之多 也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埃克森 洛国父 费南多和阿兰都在巴西 他们需要在1月23日来到参赛地 希望他们可以如期和国足会合 泰山队合计贡献了10人 成为国脚第一大户 另外 广州队也有9人进入国足 国安队是7人 上海海港是6人 有趣的是 国足的助教团队高达15人 李金宇 高尧 郑志 邵嘉一 李雷雷 于庚伟等前国脚都是在内 按照赛程 1月27日 国足将奔赴日本客场 面对亚洲实力最强的日本男足 这场比赛将在奇遇体育场进行 2月1日 李肖鹏的球队将在客场对阵越南男足 两场比赛都是硬仗 对于国足来说 这是巨大的考验 如果在这两场比赛收获4-6分 那么国足的出现形式会极为好转 此前的六轮比赛 李铁带队取得了一胜二平三负的战绩 积分是5分 在B组排名第五位 虽然距离第三名的澳大利亚男足有着6分差距 但是未来四轮 国足理论上有着12分可以争取 理论上 我们还有机会 希望国足好运 对于国足来说 在12强赛还有四轮的情况下 我们的阵容要重新洗牌 这本身就是一种豪赌 要知道 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 澳大利亚 越南队 阿曼队 沙特队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和战术打法 如果李肖鹏选择推倒重来的话 似乎一切都晚了 如果延续李铁的打法 那么国足换帅的必要性又无法体现 无论如何 希望国足朝着好的方向发展